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业绩涂飞蒙进 这让他的老板对他充满好奇 特意前来询问他 如何在短时间内得到这傲人的成绩 僵持之中 谁更无奈地说出了这个秘密 他故意装成盲人的模样 这会让人认为他听觉方面更加敏锐 而利用盲人的身份 他从而得到了更多的同情和消费 甚至还会窥视到客人的生活与隐私 他沉浸在这种自以为完美的计划中 老板觉得他不可理喻 但是对于水哥给他带来的利益 他不能阻止 直到有一天 他来到一户人家工作 等了许久都没回应 不一会儿 女主人慢慢开了门 并借口说自己的丈夫不在 想取消逾越 水哥却用盲人的身份和他周旋起来 撑自己来一趟很不容易 僵持许久 女主人让他进了门 殊不知这里刚刚发生一起凶暗 水哥刚进门就被地上莫名的液体滑倒 他意识到这是血 而面对早已死去的男主人 水哥瞬间慌了 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希望自己会因为盲人的身份逃过一劫 他忐忑地为钢琴调适着音色 而此时 女主人慢慢地走到他身后 用钉枪对准了他的头 水哥的结局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他太过自负于虚伪 在生死面前 居然抱着侥幸心理而无法自我拆穿 这是多么致迷于沉迷于自己的演技 不过他也最终栽在了自己的演技里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调音师》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